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個擁抱大香港主義的早晨節目來到第二節 第二節 錄定的 因為我今天有事要做 所以我就錄定頭兩節 這個已經是第二節了 我的節目快要做完了 第三節 第四節 會是Apple和Ivan做的 Ivan自己做節目沒有我在 本身是過癮 Apple自己做節目沒有我在 這個又是另外一種外加過癮 待會第三四節 我覺得很值得大家期待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還有你知道Apple會說錯話 你也不知道Apple會說錯什麼 待會又說什麼 把強積金不知什麼 他的保險用金 又不知怎樣派給誰 左派右派 因為犯法被人拘捕了 你們負債在窗門提他 你知道他會胡亂說 待會精彩了 靠你們去看著直播 第二節 說一說世界各地的通關狀況 中國和香港通關了 沒什麼 你們在地看 如果有香港觀眾在地看 我不在地 我看不到就不知道 你們在地看給我一些反應 告訴我 到底現在什麼狀況 中國和香港通關冷冷清清 與此同時發生了幾件事 第一就是 各國因為現在說中國大陸有大爆發 他們這樣說 又說有變種 又有類似 明明法國查過是沒有的 但是還是有一些額外的措施 而日韓 韓國就直接要你掛著牌落地 掛著牌告訴別人自己是中國人 然後走出去 連著香港 香港現在只可以飛人穿機場 香港的航班 中港就一港 你自己說自己一國兩制 別人就當你一制 飛去韓國就只可以去人穿機場 飛去日本也是有限制的 之前一直都是 那個日本機場限制 你回來都可以 但是你只可以去成田、羽田、關西 還有一個是忘了去哪裡 明古屋還是什麼東西 直飛不開都還沒有 現在走都可以去 走都可以去 還要做檢測 這個當然有個很嚴重的歧視色彩 而中國就做反制 現在中國就停簽日韓的簽證 反制日韓 擺明不滿意日本和韓國對中國旅客 包括香港的一個歧視措施 之前泰國我們就說過 泰國可以說是反反覆覆 反來覆去 一開始就說 不要緊 你還給錢 免費疫苗給你打 我節目也說過 我節目也說過 我節目說完之後 他就反了 他反覆 他反了 然後就變成你要打兩劑 現在不單止是中國 他不針對中國 就說全世界如果上來 都起碼要打兩劑 這個就看到泰國的姿態反反覆覆 很明顯看到他的壓力 兩方面的壓力 第一就是很想要中國遊客 非常想要 但是與此同時你這麼想要的情況下 你又有個壓力 不知道是國內的壓力 還是在國際上有一些國際關係的壓力 就是說不行 你應該要對中國人設限 但是你要我向中國人設限 好像很尷尬 於是泰國就弄了措施出來 我不是只是針對中國人 全世界任何人來泰國都要打兩針 全部都要有這個針卡的證明 但是其實不是世界各地 雖然你說哪裏的國家都有些什麼接種率 接種率多少% 但是不是每一個都有針卡 你現在要它 都開放了過了這麼久 它未必有證明 那你便拿自己來搞 全世界我都要有兩針 全世界都要有兩針 那我就已經去不了大國了 是不是 我沒有人打過針 打什麼針 破雙風那些 雙風感冒那些 都沒有 我這些什麼針都沒有打過 近十幾年 你說要打兩針 打兩針 那你便拿著自己來搞 轉頭又取消它 又取消它 在泰國你就看到那個壓力 兩方面的壓力 有一種政治姿態上面的壓力 要對中國旅客做點事 於是乎要撤下 但是於此同時 就是其實根本就很想要 經濟上面的壓力 根本事實上 就需要中國旅客 來到去幫他衝動經濟 於是乎左右搖擺 那怎麼辦呢 於是乎 政策不是於是左右搖擺 有時候說免費幫你打針 有時候說打過兩針才來 接著去到就 那些東西都不要搞了 回到最後 回到最初 來來來來來 最緊要來 這個才是真相 現在搞到日本韓國 其實還有歐洲其他地方 都跟中國有一個這樣的 就在玩這個設限遊戲 影響了香港 但是我自己覺得是玩不長的 我自己覺得是玩不長的 因為去到最後 大家都會很擔心 這樣玩到什麼時候 其實我覺得現在那個是 義氣之爭來的 義氣之爭來的 首先你說會不會有個大爆發 其實根本就在大爆發中 到處都在大爆發中 例如現在日本這樣 現在沒有人看而已 只不過是 其實現在都是說 上萬宗確診的 如果你要說新冠確診的話 但是 它要開放就開放 不夠理你那麼多 其實到處都是上萬宗確診 不過大家不看而已 香港都是紀錄很高的 那個確診數字其實沒有回落 其實香港現在不關開關事 開關之前的確診數字 本身已經是爆發聲的 保持著在高位置 其實沒有拉下來的 但是影響是不大 最主要是觀念改變了 現在觀念改變的情況下 還依然要去玩那個 我封一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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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檢查一下你 這樣 好了 這個是代表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個政治姿態 就是要玩回去 玩回最初最初最初頭的那種政治姿態 就是說什麼是播毒責任 病毒在哪裏變種出來 那些政治責任的玩法 但是其實最後2023年 大家會很擔心 大家會很擔心 會不會又到處封了 我可以在這裡跟你說 不會的 就算玩這個政治姿態 也都我認為是玩不長的 玩不長的 因為真的沒有錢 這個是世界各地都要面對的問題 是真的沒有錢 各行各業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你說日本 你們在香港未必感受很大 因為香港用港幣 日本的通脹壓力真的很誇張 日本那個物價的攀升是非常之險峻的 日本的原因就是 它已經叫做介入了 在那個幣值上面 不可以讓它繼續跌 但是日本是真的沒有辦法加息的 你知道嗎 因為日本的國債太嚴重了 我們只是說中日這個聯繫 在這個中港開關 中港開關你感受不到那個威力 但是只是香港和日本開關 是很強烈感受到那個威力的 這條街是多了很多很多廣東話 很多 很多 和之前真的撐天共地 我想說街上面那個人流的量 你會質疑就是 到底香港有沒有那麼多人口 有沒有那麼多香港人 可以帶動到日本的經濟 但是真的很明顯 很明顯是帶動到的 當然日本開放之後 不只是香港人 而我自己對廣東話當然敏感很多 但是真的聽到很多很多廣東話 在大阪這裡 其他關東的地方我不知道 我沒有離開過大阪 大阪京都也是 在大阪和京都原本是在街上走 那個日文和英文比例 是再對比起廣東話 原本是 即你是沉浸在一個日雨的環境裡面 但是去到 我想說那個誇張的地方 這樣正常 你在日本 你在日本當然是沉浸在一個日雨的環境裡面 但是我想說我是試過 即當它叫做開放之後 我試過有一次是我搭一輛車 在列車上面 有時候很累 有時候在車裡是會 有時候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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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 我一瞬間是不能記得我自己的大阪 為什麼呢 因為我整輛車旁邊全程都是講廣東話 我坐二三十分鐘車 在二三十分鐘車裡面 而且我有轉過車 在二三十分鐘轉過車 不同的車家裡面 我經過月台上電梯 到處都是廣東話 我有一瞬間迷了一迷 累的 我有一瞬間迷了一迷 到我一出站 看一看站的時候 我看到站的名字 咦 哪裡來的呢 因為累 有一瞬間迷了一迷 咦 咦 不是回九龍灣 你老母龍灣嗎 我都不是在香港 但是為什麼會有那個氣氛呢 就是因為全程車廳太久講廣東話了 那是一個很誇張的狀況 誇張到這樣 令到我有這樣的錯覺 錯覺就是原始於實質上的環境是這麼誇張 而講市況 請人 那些店舖 那些做事的狀況 是 我活躍了很多 活躍了很多 尤其是過完這個 日本新年之後 看到那個 市況氣氛 和做生意的積極態度 就不同了 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 當大家還在討論 那個經濟的結構 就是是不是靠不靠愛人 內需的那些 他不是說所有東西都是由遊客的錢帶來 不是遊客的消費會帶來很多東西 而是遊客會來消費 令到有些店鋪開 令到他們會做一些活動 然後令到有些人有良出 各樣各樣的情況下都令到大家 肯去做一個 叫做 景氣出來 他最主要是他的體感很不同 他在數字上未必很不同 但在體感經濟上 在體感經濟上 就令到大家感覺到是復甦 他數字未必很大差異 因為壓力還是很大的 因為我現在會買菜 你就看買東西 你就看到那個物價 一直咬著上 逐步逐步咬著上 還有你看到那些 做各種食材的供應商 他們的壓力多大 就是怎樣扭盡六音 想盡個花生來去 變相加價 因為已經加到留價點了 加不到上去 怎樣變相加法好呢 怎樣換包裝 然後令到你不覺 怎樣可以偷走一塊餅 偷走一隻蛋 怎樣可以做到呢 就想了很多花生東西出來 扭盡六音 趁著剛剛新年賣福袋的時間 趁機就改了包裝 做很多這些事情 壓力依然是大的 我覺得數字沒有馬上向好 但是體感經濟好很多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會再想去做一些事情 去打擊體感 你的壓力很大的 在這個層面上 因為民眾的期望大了 他不是說靠不靠大陸人的問題 不是說一定要靠大陸遊客的問題 而是你仍然有些設限措施 你那個部分不是朝向開放 整個國民的感受 然後就感覺到一個挫折 而這個就是香港現在最危險的地方 我覺得世界各地 無論是日韓 甚至中國 雖然他們有這樣的角力 但這個角力不會維持得很長 就是因為你怎樣都要被 讓國民呼氣 而且因為他的願景大了 他之前防疫的時候 已經有些防到絕望 有夠他 已經半放棄 但是你給他一點希望 你這個時候再想化他 那個沮喪很巨大 當然中國不怕你們反抬 但你們太多人自殺也不好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玩東西 就是歐美日韓都在 可能在美國的壓力下 帶頭和中國玩東西 但我覺得玩得不久 我不認為可以玩很長時間 因為你繼續玩下去壓力都大 他不是說沒有了大陸人 就令到他的民生國計有影響 而是你零零射射限制中國的旅客 你始終在告誡這個世界 告誡國民 這個世界還是有些危險病毒 但這件事其實是unacceptable 這件事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為你希望體感 實質的經濟要處理的問題 還是很多 但在體感經濟上 你要回復那個想拼搏的信心 首先要第一件事 首先要做一件事 就是告訴別人病沒事了 如果病沒事 那為甚麼中國那裏還有事 你告訴他們中國那裏還有事 雖然你說拼搏了不讓他們進來 但這個世界 somewhere還是有事 你不應該令他們覺得somewhere還是有事 你應該盡量告訴他們 到處都沒事 病還在 但我們已經克服了病 我們已經群體免疫了 它成為了風土病 我們已經可以和它共存 你一定要有一套說法 你說原來共存不能夠 原來都是有個問題 有個問題 有個問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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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其他事情怎樣去刺激經濟 它有很多的困難 全球的貿易結構 中美貿易戰 到底 現在到底是打完未 那個 那樣的關稅的問題 到底可不可以拉低它 油價的問題 戰爭帶來的原材料 價格上升風險 貨幣的問題 貨幣緊縮底下 閉席偏遠的時候 購買力燒桌了 怎樣應付通商等等等等 這個問題逐步去處理 但是最後最基礎或者最開初經濟之所有動力 是對未來的遠景 你不去處理對未來的遠景 你不告訴人現在已經沒事 現在可以開始拼搏 不過你不建構他的遠景出來 整個經濟沒有一個動力 最基礎的動力就是人對未來有希望 而你現在告訴他 拼搏 開店 做生意 做貿易 但是 中國那裏大家不知道他還有爆些什麼 這樣你就打疾了他的遠景 他不安心 因為過去的20年 大家在講所謂的做生意 是在講一個全球化的環境帶來做生意 我們已經是不熟習非全球化的了 以我的年紀可能對於一個非全球化的世界還有一些認知 二三十歲的人 他認識的世界就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 你告訴他世界不是全球化 你說現在做生意可以做很多生意 不過有些地方你就不能去 有些地方你就不通的 但是你很難 很不習慣 很不熟悉 所以我覺得玩東西是玩不到很久的 回到本地 就是香港來講 應該更加是要激進去到 在開放上來講 所以我不是說 無論是跟大陸通關 或是跟其他地方 你沒有激進的姿態 你沒有辦法令到大家覺得 因為現在你好像香港開店那些人 大家還在看 尤其是香港政府彈工手那麼多次 他們還是在那兒 摸摸摸摸看哈哈 看看 現在店鋪開不開 先看一看 看看 甚至我也跟你說了 甚至我當笑死沈 我也給大家建議去旅行 我也建議一些錢搬出去 資金流走 拿出去外面消費一轉 消費的心態 但是你如果說落實做生意 你都要看一下政府賣來的 而政府現在最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告訴別人我真的買定離手 買定離手不是說我開不開放的政策 而是你對病毒的定義 對疫情的定義就是我定義了它是沒有病的 我定義了它是一個感冒 所以改名很重要的你要跟著祖國的步伐 祖國一來就說其實可以叫做新冠感冒 要落實才行 你要全國落實 香港也要落實 以後就說那個是新冠感冒 你這樣說在概念上 人們就會覺得這不是一個病 這是回復整個經濟動力最核心的一步 就是你建設原景 能否建設到呢 現在還在政治上玩東西 有困難 但是我覺得 玩東西不玩得久 大家可以 我不是說今年的經濟是樂觀 但是你要知道那個挑戰是來自於另一些方便 只要在防疫上來說 我覺得它絕對不玩得久了 大家放心 OK 好 我這次就做到這裡了 交給他們 那就精彩了 他們會搞成怎樣呢 無論如何都可以課金給我的 就算你不課金給他們 你也課金給我 課金給他們就可以搞熱點課金戰 如果不是你課金給我都可以 課金給他們就更加好 精彩一點 我也希望課金戰熱鬧精彩一點 看看Ivan和Abel他們兩個就很落後了 可以說是去到 毫無還手之力了 在這個戰事中 但是有沒有可能有奇蹟出現 後來居上呢 那就看他們今天的表現 我也希望你幫我留意一下他們今天的表現 好 我就做到這裡 現在才買個廣告 休息一下 接下來就交給Ivan和Abel 好 那就交給他們